我今天是很客氣跟你講 我在山上就有遇到打你 我現在是真的 我真的不出手 我現在是很忍 負責救援的消防竹山分隊長 忍不住怒了 想到七名弟兄 在風雨之中受困山區 而夜行山友傷勢輕微 就搭直升機 在醫院裡當場開罵 我覺得你天下無敵 共鳴到你的頭 沒有接受 台灣就是因為你這樣的 想叫直升機就叫直升機 我們的命不是命 夜行山友被罵的一句話 也說不出口 還原當時吊掛過程 空勤直升機高空盤旋 畫面中機艙角落 這個黑色點點大背包 是夜行山友的隨身裝備 他要求不只救人 還要救裝備 甚至和空勤機組人員發聲口叫 非常不配合這個地面 這個所有人員的這個作業 為了這個裝備的問題 跟特首員有一些拉扯 登山裝備二三十公斤 只好分皮吊掛 最後因為風大不聲掉落 救援行動因為夜行山友的 極度不配合 為了舊裝備律次脫鉤 直升機在一萬英尺高空盤旋 七八分鐘 分分秒秒都是危險 救援行動當中 直升機先在單大溪營地附近尋人 後來再度上山 七名救能人員受困山區 沒想到雙方終於會合 夜行山友竟然半夜擅自拔營離去 兩天後又再度發出求救訊號 而地點距離分散處只相隔五百公尺 夜行山友擅自更改申請路線 一共被開罰十三萬 並向他求償著五趟上百萬直升機的 出勤費用付出代價 記著曾美翔 陳思編 吳彭馨 南投報導